陈凯伦连两年在花莲开轰 记者林郑坤社 记者尼晚军台北报道 富邦汉将陈凯伦昨晚轰出中职第九千轰 他本人也意外 知乎 我的拳雷达那么少 怎么运气这么好 但昨天看台上有两位希克 陈凯伦老婆的阿公 阿摩第一次到球场看球 他也认为是二老带来好运 可能是他们有来 我才开轰 我也特别匕首是跟他们质疑 昨晚八局上 陈凯伦对师队左头江陈彦开轰 不但替富邦汉将破弹 也成为中职第九千轰的缔造者 我不到那是九千轰 是看新闻才知道 赛后联盟拿球给我签 我还想说 怎么运气这么好 因为我的拳雷达那么少 昨天是陈凯伦本季首轰 也仅是生涯七年的第七轰 陈凯伦昨天敲出中职第九千轰 资料照 记者林郑坤社 江陈彦本季 俩然有富邦杀手的味道 陈凯伦则说当时的想法很单纯 我是第一个上场的打者 我就是想把球打去时 最起码我要先上类 没想到江江陈彦的湿头球 一棒就轰出去 陈凯伦跑类时 还特别像看台上的阿公 阿摩匕首是 他笑说 可能是第一次来看球吧 大家都站起来很开心 只有阿公阿摩很正经的做主 外号背排王子的陈凯伦 娶了花莲老婆 他笑说 今晚阿公 阿摩就不会来看球了 因为他们有固定睡觉时间 昨晚看我打拳雷打很开心 就回去睡觉了 值得一提的是 陈凯伦昨一开轰后 紧接住方克伟的本季首轰也出炉 他说 去年在花莲 就是我和克伟在这边打拳雷打 可能我的运就在这里吧 方克伟 资料照 记者林郑坤社 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